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笑 今天我们来给倚天屠龙记中最强的五大门派按实力排个名字 其中武当和少林最强却无缘第一 第五名是昆仑派 在倚天当中,昆仑派隶属江湖六大门派之一 其中的何太冲作为掌门人 他和妻子兼师姐的班淑贤的两仪剑法非常强 而他们的前辈祖师何足套的实力是比肩张三丰的存在 只是在后来已经离世,不过影响力还在 因为这几个条件加起来,所以说昆仑派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视 因此列入这个排行榜的第五名 第四名是峨眉派 峨眉派是郭湘创立的 而郭湘的地位堪比张三丰 只是他同样也英年早逝 所以没机会把峨眉派壮大 只能留下自己的名声和倚天剑相助 靠着弟子以及门人,期盼让峨眉派壮大 可惜并没有很顺利 在灭绝事态在世的时候 峨眉派最多只能和昆仑派平起平坐 直到周芷若练了九阴白骨爪 在图事大会上夺得天下第一的称号 所以压过昆仑派一头 第三名是少林寺 少林寺一直以来是江湖上的泰山北斗 只是在倚天中先被火攻头驼搅乱门派 所以一蹶不振十几年还元气大伤 所以也就稍逊于张三丰建立的武当 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这排第三名 第二名是武当派 武当派是张三丰在倚天中建立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壮大 其地位化雨前抵肩少林寺 正是有超过他的势头 而且还有张三丰坐镇到一百多岁 还有没人的积极向上 所以武当的实力一直在上涨 在此排第二名 第一名是冥教 有的人会认为倚天中最强的门派之争 会在少林和武当中决出 实际固然 各位或许忘了 冥教也是一个门派 虽然也说是教派 但是道理和少林武当一样 而冥教的实力 自然是那两个门派比不过的 因为冥教部署分明 甚至有和朝廷对抗的实力 甚至需要六大门派合力 才能与之对抗 所以冥教是倚天中最强的门派 对于这个排行榜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